苹果在发布AirTag的时候说 它只能用于追踪静态物体 不能用于追踪动物和人 但我今天偏偏要把它放在我家的大鸡毛上 看看追踪动物是种什么体验 安装和配对的过程都非常简单 我现在已经把它装在我家狗的脖子上了 现在就出门带它去撒撒花 把狗子放开 让它随意撒花 走吧 走 走远点 快点 好 现在狗子已经走了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打开这个按 点击查找 好 正在收拾信号 尝试向不同方向走动 我们走动一下 这个信号搜索的好像不是特别快 这个时候物体正在移动 无法确定精确位置 但是它下面有一个4.2米的提示 也就是说现在我不知道物品的方向 只知道一个大概的距离 我只能顺着距离去找 去找 已经非常近的时候 终于看到了狗子在这 偷吃啥呢 你在吃屎 赶紧 走 从刚才的测试来看 但用AirTag去追踪动物是不太靠谱的 因为动物会各种跑动 当这个信号丢失掉之后 你只有通过蓝牙 于它这个蓝牙范围之内 你才能收到信号 但是蓝牙的范围相对来说比较有限 周围也没有其他的iPhone 或者是苹果设备给它提供未知信息的话 那就彻底走丢了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翻车的是 我家狗只要一撒开来就去吃屎 吃了一嘴的屎 巨臭 然后身上也很脏 然后这个我新买的这个AirTag 已经非常非常的肮脏和成就了 所以听我的 千万不要把AirTag放在狗身上 不然你会后悔的 一开始我很好奇 为什么AirTag要设计成防水的 但是经过这一次之后才觉得 太有必要了 我们下一个承受欢迎